五个成年人对着一只东北虎 人用手来虎用牙 比比谁是大力士 这是长沙生态动物园在前天举行的一场人虎拔河赛 工作人员先将一个装有活鸡的麻袋拴在场内的绳子上 闻到活鸡味道的雄性东北虎猩猩咬住绳子发起猛攻 不到一分钟 由四名美女组成的美女队就开始东到西歪了 有点紧张 自己欢乐游客自然跃跃欲试 动物园表示正式的活动将在国庆假期推出持续七天 游客只要交上45块钱 不过工作人员说 推出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了训练东北虎的野性 避免长期圈养老虎生病 训练兽性断练捕食都没错甚至值得赞同 但不少人觉得这个说法明显是个挡箭牌 恐怕训练是假 牟利才是真吧 要增强野性 给老虎投放活鸡 让他们自己捕食不就得了 有专家还指出 人虎拔河属于动物表演 违反住建部明令杜绝各种动物表演的规定